哎呀,想走呀,就趁這顆閃光爆之前,直接是把渡潮給秒了 要來搶一手 第一時間發現,這邊B沒有人了,對方沒有搶 現在其實這張地圖的防守非常流行,就是前段大多數的時間都是前頂的一個防守 其實這個就是目前主流的一種打法吧,就是不管是這張地圖也好,就保衛端其實一定要前段給到壓力 你如果說純粹的就靠地圖的後置段位防守的話,包括推到防爆點,能站的位置太少了 然後包括就像我們一直會強調的這種地圖的一個控制率,對吧 哪個節點如果同樣的,如果你是在兩分鐘左右 你能夠潛伏端控制住地圖的將近70%的一個邊際 那對於你的轉點啊,包括打點,讓對方保衛端很難去揣測 這也是為什麼這張地圖潛伏方比較難打的原因吧 因為他,除了小到這個點,比較容易以外 你在兩頭那點都不太好挑 這邊看一下,BQI是衝了一個 他武槍浮得很快嘛,連頭兩個之後自己也交代了 但是把A大的小齊給鞠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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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發現一點,A,G這隻輕易地圖呢,他也出現一個問題 就打點的時候呢,就前後都有點顧及不到 嗯 給到了橋上的一個煙讓DOO沒有辦法在橋頭這邊架A大過點的一個視野了 所以他換上了這個步槍 那只能打回防了 小陽這邊血量比較低 其實這個3打2的回防還是有非常大的一個機率可以拿下的 看一下蘇瑞是站在一個A大的一個後置位 帶的點挺多的 暗閃 哎大這個蠻雪的被打掉了 小陽這個點難受了 對,因為他其實平台會打一個後路的一個預警 過點的話就可以讓蘇瑞打的 但是現在蘇瑞那個點已經在掉之後呢 其實沒有太大機會了 對 這邊是通過這個回防啊,再拿了一分 也總算是彌補了之前人數優勢都打崩在那裡 他起碼這一局回防人數優勢沒有打崩啊 哦呦,這 什麼 破了兩人虧吧 又向了擠,有沒有 又向擠住了 然後又向好像被吸的沒跳起來 你看B這邊選擇主動想去欺負中路這一塊了 這AB這幫年輕人打得很衝啊 這個是個雙刃劍 你時機卡對了 哎,收割一波,你卡錯了 白白交代 這B1說拉就拉 配合這個中路遠點的 就要請你潛伏者中路的人 你乾脆叫中路遠點的給你打個閃呢 對吧 還是想,就是說,鋼槍 年輕人永不服輸的是什麼? 是槍法 哎,低一點的在幹嘛 低一點應該也是在蹲著吧 講道理,這個威風應該是偷不到人的啊 對吧 他是不是一直在蹲著啊 在那個箱子後 就是剛才在打完人蹲的那個點 嗯,有可能 時間一分鐘左右 嗯,3-2的殘局看一下這兩個人選擇 但是現在有個問題 包 脫節了 被發現了 而且 這個 脫節的包 還賣了隊友 哎,這個殘局還是可以吧 但是40秒時間 兩個殘局 看誰先開這 開這一槍吧 想要騙一個視野差 但是,哎,聰明反被聰明霧了 兄弟 這是在交流嗎 給了一個假視角 然後想要再反回去打 以為他的對手可能會在後路去轉到B點 嗯 他剛才這個想要秀一下嗎 然後還被走 對 被跳嗎 嗯 可惜啊 如果他跟正面的話還不至於如此 這顆是死亡手雷吧 正亡之後 炸死掉了一個 D.O. 能退不消息 絕退了 現在感覺 現實的散發打進了 就有點沒辦法的打進了 各個點 這張地圖上面 因為A級他這支清晰隊伍呢 他 就像你說的一樣很衝 然後他多個點了都會去前壓 又跟你不講道理的壓 你甚至於說現在現實 不知道他哪邊應該會壓出來 嗯 有點不按常理出牌的感覺 嗯 嗯 正規路子最怕的這種野路子 嗯 槍身為這邊橫住 中路是兩個人在架 小奇君應該是慢慢在A大上來排 你告訴我你想打哪裡 你打一槍你會就爆了 嗯 哪裡都架會兒 露聲了露聲了呀 哎喲 還行 最後把槍系給控住了 槍系控住了 這也是槍法有點變形了 1比4 看起來有點嚇人 嗯 會不會延續之前的那種比分 就是上半場很膠著 對吧 來個大比分 上半場1比4 然後突然之間風雲突變 把比分上 啊 延續追尊是吧 對對對 因為今天的前面的幾場比賽 都是這個節奏 主要看AG這邊 作為保衛者能不能穩得住了 還有就是說 剩下能不能找到一個突破口 他這個其實前幾分有幾分 這個避倉清點 他年輕彈打其實 有可能進得去的 但是他可能想的比較多 就覺得前點打掉一個之後 後面回防是不是很快 已經落到了這個包點 這個天下了 那其實目前來看就 從頭到尾 A級對於這個B艙的壓力給的很足 嗯 但作為進攻端 如果你不能夠把這個B2跟B1 給拿下來的話 其實 對方保衛端 這種判斷你的進攻路線 太好判斷了 然後你A又很難打 嗯 所以現在難題對於宣誓來說 怎麼去處理這個B2和B1 盡早 所謂的盡早 就是在1分30左右 就控制住 這樣的話 你後面哪怕 選擇性的轉點啊 或者是壓制另一個A大 輕A大 都可以做 再進行一個迂迴的時間也夠 我知道 我知道 心裡有 這樣都是必須點 後路道的這個KOI 是直接被Sony給打掉了 下巴未穩 下巴未穩 有兩個殘血 都殘血了 一個手雷有嗎 沒有手雷 還行啊宣誓沒有繼續給AZ機會 那個魔咒 不會被你給說中了吧 這個魔咒要開始了嗎 其實我們說實話 看比賽就想看這種 就交替上升的比賽 不想看到那種一面倒的 對 糾結 精彩 嗯 那其實這樣一來呢 不光光我們看的 解說說的精彩 觀眾看的精彩 舒服 其實對於選手來說 他自身 打的也 還唱淋漓 對 這點應該又出去了 又來了 又是一波B1B2的遭遇戰 丟了兩個人不說 丟了血量也很多啊 蘇瑞想跟寶典的巨蛋挑 也是被DEO直接是給追掉了 嗯 看一下這個二大四吧 敏西寶神 時間 很充裕 但是 呃 怎麼去處理 其實很多的國外的 我對於雙扇門 就是這個中路這個門 這裡過點 嗯 斜坡這裡還是 比較鍾愛的 對 然後抱團還是最終選擇 來到了B艙啊 B艙隔壁1號位 WXL 支架 沒有辦法來啊 要強去打WXL 哎呦呦 這個位置呢 互相穿 對 那時間你30秒 你還得去強抓 對 你等想按下包下不了的 對面這邊 算時間了不跟你打 跑了 對 這個還是非常謹慎的 但是這個時候 哎 他直接去A放包 應該是剛剛好吧 剛好剛好 但是這個如果他要去看一眼 來得及 先去一個啊 再去周旋一下 嗯 嗯 呀 直接 劇本挺好 劇本挺好 但是現實是 殘酷的 對 因為他的整個想法跟你是一樣的 想的是一樣的 他確實想抽一個 但是威風啊 還是丟 他去跳了一個高點 嗯 還是一樣 AG還是在這個中路 你看重兵把守 說明他也吃透了這張地圖 啊 其實還是比較常規的吧 就B點是一個頂前 然後中路一般 這也是裸裝的一個原因 中路他是比較敢大方的去 去做一些動作 對 同時對於現實來說 他現在打不開這局面 他根本就不怕中路有局過來去架你 對 他都是 都是敢直接自己打到自己出去探的那種了嗎 對 對 說實話講道理 正常一方應該是隊友打到自己 看一種 還是太果敢了吧 對 對 這根地點 嗯 裁信 對 一顆 錦家這邊的一個菸字弹 自己的上半場第三分即將中路囊中 中路這邊應該是有蘇瑞一個斷點 但是這邊斷點反而讓對方 扣掉了 - 如果這時候這三打一的殘局 - 被拆解成一打一打一 - 哎喲就給手下丟吃 - 有點像瑕疵 - 那這樣同時預警 - 這個交叉她活力你不好打了呀 - 手槍 又是这么巧 血量不多 我想还以为会是这么巧和自己闪光丢错了 反而是把对方两个人为这给骗出来了 看一下上半场的最后一分 会不会是个5比4呢 还是打破魔咒3比6 哎呀不一定啊 主要现在还有上一场吧 这个AZ在打一炸的时候 其实他们就非常敢勇于去做动作 所以说现在对于他们的对手来说 一定要小心 那同样啊 确实他也敢做动作啊 他不是说那种不敢做动作的 你想想看在第一场的时候也是啊 对不对 他进攻段也敢往前就直接各种方式去尝试 我相信他攻击手互换之后 他也会做这种潜牙防守 主要是看一些动作出不出乎意料吧 这就是不了解所导致的 对 能不能刷平这个点 哦呦 来了点谁谁就刷呀 还要点还要继续点 知道是个残血了 还是我交解厉害啊 这个AK你打在身上 就是大家都知道他命中了多少 对吧 直接就是对枪点谁谁死是吧 这样的话我们看出来今天交解的这个法力还是挺强的 还行 虽然说也是没怎么加班吧 可以这么说 看一下攻击手互换 AG清线队伍能不能够把这个比分的优势继续扩大吧 同样对于宣时来说自己的这场的胜利看起来挺难 但是在防守端希望他们能够做出一些动作把这个分数给追回来 哎 看 好像上半场现实在我的印象里没做几次就是正正式的A点的一个进攻吧 就小道配合一大圆点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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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在中路这边就给被压力给打到了 然后有损失人员 对 有一把想机壳还被 好像中路还是B1出来的给偷了一个 对对啊 没有一个完整性 看这边AG把AG作为潜伏方也是把B1这个点先清下来 这个点确实有的时候在前期清下来之后不能一波进 但有的时候在前期打掉人了之后 呃 可以去尝试一下 这个其实就是作为指挥来说他这种就战场的这种敏锐感觉 对吧 然后他怎么去做做一种通过对方的一些潜压站位来做一个预判 给反闪来了 这个闪 这是什么闪 怎么感觉杜超是头上这个闪是最有流的呢 他头上的闪是对面AG后面一个combo闪 我我看这个AG前边这个有一个到处可能是丢了一颗后路的烟吧 然后这个闪出来的 接血的有一点点 小麦 哦 知道知道苏瑞的位置换上步枪 十三发子弹 这才知道啊 二十五秒的时间 一打一才是无论错吧 对 对 开的点比较多 你要知道三打一被打成一打一如果再打输了这就是 都有问题了呀 对 确实这个手枪两发很准 但你为什么会直接战胜一条线呢 你为什么去抓呢 小细节的一个问题了 对吧 就要去扣细节不说马后炮 三打一你要稳稳的赢 你这个时候你正常情况下你等他下包好了 下包是有人位置 他实际上还没下个包呢 对吧 他出来轻轻那个破下的人你直接可以架了 其实想抓三个人一起也行 对 可以三个人一起 这两个人一起多少 最怕一戒不同意 对 你看同样的大家场景再现一下 当上半场的时候 AG作为防守枪 是不是这个B1和中路 你想干什么动作的时候都极难的 对 但是反观攻守不换之后 现实作为防守方中 他中路这边给AG这边中路压力很小很小 其实现实是一个比较常规的一些防守 他就是常规的一些站位 但是AG这边确实有点让 现实这边没有琢磨得透 你想配合中路配合B1配合小到去打 根本就不给你机会 哦 这个正好 是没有听到脚步声吗 大脚步过来的 应该是没有反应过来吧 这边也想和大家说一下 就是这个AG呢 确实就是一个AG的一个清训队 对 老将都休下 休息 调整 对 这个比赛强度太大 这不就是AG年轻人的机会来了吗 对不对 对 我这个时候不好好表现 那下边什么时候有机会真错不准啊 嗯 没错 出头的机会来了 对 对 人家有些有些选手有些欣语队友肯定会说啊 我们没有太多这种上这种正式比赛啊 锻炼的机会对吧 因为老将一直霸展着主力的位置 对吧 人家确实能力摆在这里 那这个时候你要怎么样去 对吧 让自己这种身价打出来呢 这种时候就是机会 那AG这边的一个进攻和现实就完全不同了 对 他们就是我有 一个进攻的一个决策 那我直接就站好位置 他应该瞄到鸿鸣了 所以这边 看 人家要回防 呃 小奇后路回防那时候 呃 包点是直接追了一个 哎呀 我被吃白了 完了 这一波 现实 再次拿下开启追分模式 6比3追到6比6 6 这就是保卫者的一个优势 是吧 是可以打回来的 6比3都不太稳 就7比2都有可能跟聚会了 因为有一些保卫者和潜伏者有很大优 就是优劣势 不太一样 对 这里现实气势打出来了 开始前压了 比2 三个人 完了 哎但是这边欧造型 还好 不知道左边又有一个小羊 对 小羊架入了 这样多一手 这第一时间 没有打出任何的一个效果呀 还是要看 剩下两名潜伏者 怎么样去把这个残局给他运营起来 看一下这个二打三残局吧 嗯 两个人打算是走斜坡 我只发现能走得掉吗 走掉了 前后拿枪没了 被夹了呀 6比7反超比分 这个时候就是AG清醒队成长的时候了 对吧 在这种逆境中 怎么去通过自己的努力 去找到一个突破口 对吧 就像那个刚才结束的这个白沙主播队一样 对吧 打的那种逆分枪 比分落后 连追分 追平 进加时拿下 现在主要是AG他想去通过一波 但他可能还缺少一个单点在中路这边就是 用句俗话就是豁愣的 你得分散一下就是保卫者在防守正面的这样的一个注意力或者经历 好 这好位 这是KOS走到这个中路 先转一下 打上打一波包夹了 直接起来 但是正面全部被刷了呀 正面 啊 这小棋子我怎么感觉好像露过大后背 是不是太远了我没看清 A大 向后直接拉了 中高点跳台 再收 哇这给对手机会啊 但是这里杜超这个点埋着了呀 他这个点就是埋着你转点的 现实这边在哪里分 8比6 这个进攻方确实对于像港口这种地图 呃有的时候你打不开局面是真的很难打开 那这个时候我就要说了 你仰安效仿现实之前的两张地图 对吧 他打不开局面他写着什么呢 他抱团去打 对吧 就五个人四五个人抱团去破一个点 他是有效果 有效果 但是他会愣住 这个A点就其实A点不好打 就是因为他的这个地点是比较宽阔的嘛 而且高点是有8G 他不太好上 所以说有的时候会利用一些道具 配合你自己的枪法或者一些走位去打 看一下这一分A级清新队能不能够拿下来吧 因为好像下半场开始的时候他一分未得 对 这个就是比较尴尬的一个点 就打着打着呢 他就会觉得就感觉打着哪都打不进 这是很恐怖的事情 现在其实B点这边也去尝试了 然后A点这边也连续尝试了 都是比较吃力的 看一下吧这一分 先去竞排这个B仓 把这个B仓进点站住之后看是不是要直接去爆发 4号位漏人了吧 4号位的这个保卫苏瑞 没偷到直接被DOO这边是手箱秒掉了 但其实正面就没能够进得来啊 对 正面进出不去啊 你这个道具抗破闪这没打好 剩下一个同学 剩下KOI 残血 重血没办法 只能目送这边 炫石拿到赛点 这样一来炫石离今天自己的首胜 还差一分 对 这算是苦尽甘来吗 现在对于这些就是年轻人组的队友来说 他的保卫好当 就好守 大家都知道怎么守 但是一到潜伏着的时候 你进攻一下打不开局面的时候 就可能会 有很多雾水啊 在这个头上 对 会会会会避色 就是他不知道怎么去破这种局 因为这种他们经历的少 他要通过就是说对方的一个站位去找出 对方的一些漏洞 或者对方赢一些弱势的一些点位 他可能平常就反应不过来 或者反应的不是那么快 对 然后其实还有一个很关键点什么 你知道吗 就潜意识里面这个游戏的机制 就是保卫者时间结束我就赢了 但潜伏着时间结束他就输了 所以就是比较被动啊 对对对 他只能去主动去做进攻 而且在打不开局面的时候他还着急 对 各种因素加在一起 你会发现 所以很多时候说潜伏着 这边好像是正好头皮未秒到了吧 嗯 哎呦 这个小雷 小 要打中路 直接走协夫 直接走协夫 哦 中路这边去A点了 小雷这边直接是被闪 后路苏瑞直接到点 到点补枪没有补到 呃 小雷这边还好是扛住了一只没掉 直接换上了M4 二打二 A大知道有人 但是小到这里也给到一颗道具 知道两个人的位置了 靠队友啊 这个小朋友靠队友吗 靠队友啊 这个小朋友靠队友吗 静点 哎呀 这个枪没空得住啊 这M4 差一点 感觉小雷好像还就是 呃 冷不定换上这个M4 没没太适应 对 枪子弹没空住 其实刚才如果他破亏又带掉的话 这一波 还有就可能会被他给嗅到了 因为他其实在跟这个 短T这里人对枪的时候呢 他是被A大道这个人打掉的 左B7的一个B3 最后一分吧 最后一个赛点 还有两个关键赛点 然后我前面都谢 因为确实在 说实话比赛经验里面 包括整体的一个磨合度 呃 这个现实是要比 AG青讯要稍微好一些 嗯 嗯 自己没回力还有技术吧 打的这些频率 可能也要比 AG这边多一点 看一下桑迪这边 应该找个点要藏了 残血主动去做动作 一分钟 看能不能获取一些进攻方的一些信息 是要直接上吗 还是转的 他不敢吧 他带包的 他如果出去掉了 这个包就没了 没有他要转的 就是桑迪这样一个动作 完全是改变了这一步 AG的一个进攻的一个想法 还打中路 两个呀 剩下DOO 而且是掉包DOO的位置有点远 他进了B包点之后 这个包更加难处理啊 哎 20秒的时间 实在好打 交叉火力就给你站好 听到警报声两人一起拉 嗯 那这样话一起 恭喜现实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胜利 那这边也是再次的攻一下是 现实是拿到他们的首胜啊 呃 能够感受到上半场 其实6比3比3 对于AG来说我们觉得 他是拿到了一个及格分 下半场其实是可以 呃 上来去交手一下的 但是没想到攻手换之后 现实是没有给AG机会 也能够看到就是说 这个新人阵容上的一个AG 呃保卫者啊 我们防守防守还不错 但是进攻方向 可能还是缺少非常多的一些细节吧 而且其实对于AG 现在目前这个阵容来说啊 可能慢打打不过 那好我就一波抱团 抱团的时候 其实很追求 每个选手的机动性 还有一些道具和细节上的一个配合的 就是更 其实要求团队的协作能力更强一点 嗯 其实还是感觉缺少一些创造性吧 我看到这边是 中算 现实是拿到了自己的一场胜利 同时小杨拿到了MVP 那这样来话 在今天的比赛里面 他们不容易啊 真的不容易 真的不容易 呃 首先第一场吧 没想到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比分 在英语这张地图上输给了 呃 一大嘛 然后在对战这个白沙主播队的时候 也是一个 呃 中间的一个分数 输掉了他们第二场比赛 让我们觉得 来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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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顺利